立正在 有Promise大家 會盡量把我們的課 給錄下來 所以第一個位置其實比較好 就像現在這樣 所以這中間這個位置都不要錯 因為要駕攝影的線 真的很開心 終於大家可以見面 我終於可以看到我上課同學到底長怎樣 跟在線上真的不一樣 而且比我想像年輕 OK Anyway 大家已經上過三次兩次的課了 所以應該對這個課呢 多多少少有一點點感覺 那今天已經開始 今天已經開始那個發問 好像有課本 那個在線畫是哪個的 謝謝你幫忙 OK 應該定的過程都沒有太大問題 算是 算是 那不算的是哪個是 不算的 那 有點複雜 那你下個再 包裝上有問題 包裝上有問題 喔 那 那 你下個再告訴我 那 那價錢是多少 一本 他 因為我是團體訂 所以就是一千兩百四十塊 OK 這是有打折的價錢 這是有打折的價錢 沒關係 那我們下個再告訴我 看你有什麼抱怨 就告訴我 下次我也會來講 那 OK 所以這個課見面以後 有沒有什麼感覺 就是說 因為你們已經上一個禮拜的課 應該都有點很習慣 這個課的 已經很習慣實體上課 我還有不習慣 因為我最初期第一次實體上課 所以 聲音也不知道要大要小 也不知道要冷要熱 也不知道要冷要熱 所以請大家多包含 一天上課的時候 可能會比較 比較深色一點 對 那對於這個課有什麼問題 所以呢 今天 基本上呢 我們會 再講一次的 這個有關於時間跟空間 說過 不要過了一個價值就忘記了 我們整個希望的這個前三節課呢 是希望給大家一個蓋觀 蓋觀不是真的把所有物理都講一遍 可是說 到底在我心目中 物理是什麼東西 OK 我說呢 我們物理呢 有一個非常非常幸運的一件事情 就是我們一個很好的代言 那就是安因斯涵 那安因斯涵呢 他所提出來的兩個理論 小藝漢科論 上第一節課跟大家介紹 廣藝漢科論是第二節課跟大家介紹 那當然都是很簡單的介紹 還沒有到真正這麼難的地方 但是呢 你也可以看得出來 其實 就算是這麼好像聽起來 非常非常深奧的理論呢 其實他還有他簡單的部分 這是我希望傳達給大家 那更希望傳達給大家的就是說 他還蠻好玩的 不想不做到 線上不太容易做到 現場更難 如果是戴著口罩更加困難 因為自己的你不是很快樂的 什麼話 快樂重來給大家 好像有點困難 不過盡量 盡量 我想再過兩三個禮拜以後 可能原副罩都沒有帶了 過一定 還是一定 好 好 現在的這個情況顯然是每個國家都非常好 我們已經 已經到了每天都家庭 有非常非常無趣的地步 日本也一樣 日本每天只有是幾個訂立 那不知道要幹嘛 這麼大 所以呢 很快就可以去日本玩了 OK 很快就可以去日本玩了 所以大家好好的上個三個禮拜的課 好 三個月的課 好 最後一個規矩 要上洗手間 你就自己走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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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 雖然說當然如果你坐在那個中間的話 你要很慘 不過你看電影也是這樣 對不對 所以呢 這個教室特別像是在看電影 螢幕也很大 人也很小 對 然後這個超級像在看電影 原來是我方向可能用不太對 所以呢 在這個這個地方呢 超級像看電影院 所以現在 看過 已經看過電影的幾個 也不多嘛 不錯也不算少 OK 滿好的 所以呢 大家就把這個課當成是在看電影吧 至少在前一兩個禮拜 第三個禮拜就不太會是如此 OK 那 為什麼會講到看電影呢 對 你不知道我也忘記 嗯 對 那就是說你如果從中間線你要走出來 當然會有點困難 OK 那當然就是你盡量就是不要感染到別人為止 好 那這個課呢 說沒有規矩只有一個規矩 那就是不要在課堂上面一直講話 我當然知道這個大家大一 我也大一過 大一的時候呢 大概所有的那個課業特別多 作業特別多 又是捷報 又是報告 又是這個又是這個 所以呢 欸 那就不要在這個課堂上面做你的作業 你不要來都沒有關係 因為我跟大家講過已經有這個錄影了嘛 那很多人我所有的課 你經過了兩個禮拜應該看得出來 所有有關於這個課堂的資料 都已經在網頁上面 所以呢 你不來一點關係都沒有 OK 我也不點 一節課就講清楚 當然啦 如果有人發現越來越少 越來越少 越來越少 兩三排的話 我會很傷心 真的真的真的 老師就是感情的動物 所以會很傷心 但是我也沒辦法 你也知道這意思 很多人以後就要去當老師了 所以呢 這就是老師的現實 OK 你會很傷心 但是你通通通學生一點辦法 OK 好 Anyway 所以呢 我的意思就是說 這個課的所有東西都在網頁上面 所以你如果緊急有事情就要處理 不管是打電話給你朋友 打電話給你男朋友 就不要在課堂上面打 不要在課堂上面討論這個作業 因為你會感染到別人 我們這個教室什麼都非常好 但是最大的問題就是實在太大 你可以看出來 我才講的十分鐘就已經覺得已經沒有力氣了 因為實在是 即使我把那個麥克風好好的握好 其實沒有辦法傳到到後面 對不對 是不是這樣 你說是不是 對 他說對 所以可見這個教室實在太大了 所以如果有同學在上面 開始討論你的作業 開始跟同學開始討論別的東西的話 那位老師會非常非常的辛苦 真的非常非常的辛苦 所以這個請拜託大家 拜託大家 這類有事情要處理 有事情要討論 隔壁的教室很空 隔壁的教室很空 所以呢 你就出去一下 談談一下回來 或者一去去一下談談就不見了 那都無所謂 OK 再一次 這個課沒有任何的規矩 但請求是不要在課堂上面 再說 講話會發出聲音 睡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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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今天大概不會睡著 但是我相信 幾歲禮拜以後 講到別的真實問題的時候 睡著的機會很大 你看 我就只好給自己打印保證 好 好 其不之外 對這個課有沒有什麼問題 其他應該上次都說過 我們沒有作業 但是呢 會在這個網頁上面呢 會在網頁上面呢 assign這個作業 網頁上面呢 assign席 網路席 那原則上呢 是assign上去的以後 有個例子 看嗎 assign上去的以後 解答就會放在上頭 所以呢 這其實給大家練習 照理講應該請大家教啦 但是呢 我覺得大家要教的東西實在太多了 我寧可就讓大家 享受快樂的日子 但是呢 考試的時候再來整大家就好 好 就是說 考試之前請大家稍微練習一下 好不好 所以呢 準備物理最好的方法 考試 準備物理最好的方法就是 就是聽老師講 當成一個對話 你會學到一些東西 不敢說讓你學到很多東西 那你會學到一些東西 但是如果應付考試呢 靠老師講的問題 不見得真的 真的完全是有用 比較好的的呢 其實是學習 其實是學習 因為學習讓你 直接當英子 只把自己當成一個物理學家 對不對 你聽我講你只是 我當成是物理學家 我講給你聽 你只聽就好 但是呢 等到你做習級的時候 你自己變成這個物理學家的時候 你才會感覺到 完全不一樣的一個情境 OK 所以呢 這是我的感覺 所以呢 習級都在網頁上面 習級都在網頁上面 21章是 38 58 70 那解答 我通常就會立刻就放上去 所以你被自己寫的時候 練習的時候 大概就會看到解答 OK 所以呢 這個是這個課呢 採取的一個辦法 好 那兩次做 兩次 考試 考試都會在那個 你就不要問了 考試都會在那個 考試周 考到考試周 那因為我們只有一次上課 所以你沒有實現 就是來這個地方考試 就是這樣 好 對於這個課還有沒有什麼別的問題 沒有什麼要平常成績啊 也不看你是誰啊 等等等等 好 但是你後來我會很傷心 有沒有任何問題對這個課 以前我都希望能夠一兩個問題 才進去往下講 比如說有提過兩個問題 我才可以下課 不然大家就泡了 有沒有問題 任何問題啊 其中分期末的時間 就是跟上課時間一樣 對 就是這意思 對就是這意思 因為說 在大學通常所謂的考試周 所謂考試呢 就是在課堂上的時間 應該不是只有我們的課是這樣的 只有維基分的話 他們時間 只有維基分 是怪胎 不是怪胎 因為維基分要大家統一考 原因是因為維基分要大家統一考 所以呢才會有跟大家不一樣 那除了維基分 好像是英文也是這樣還是 我忘了 就是如果大家要統一出題的話 才會這樣做 那如果是其他的情況 就會像這樣就是在於老師 當然啦 老師可以稍微提前一點 往後一點 你如果覺得 那個禮拜 那個 你是負擔班代嘛 對不對 負擔班代如果覺得說 那個禮拜大家都很辛苦啊 都在跑運動會啊 都太累了啊 可以跟老師反應喔 是要往後遠一點 往前提一點 通常問題不大 老師就可以決定的事情 所以呢 你們盡量跟老師提 通常老師會很願意做 包括我 所以以前我常常把時間 因為刻意往後一點點給辦 就是不要跟其他的考試呢 混在一起 不過我們就到時候再看著辦 所以呢 但是不能拖太久 拖太久了以後呢 你就整個亂掉了 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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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好 來 太高了 董事會歡迎在 董事會歡迎在 董事會歡迎在課堂中 職業提出問題嗎 對對對 當然歡迎 不是 拜託 不是歡迎 拜託 你隨時打斷啊 OK 千萬不要說 喔 我是不是應該等到這個老師講話 講到一半 沒有 沒這種事 就算打斷 既然你這樣成親成怨 我就跟你講一個意思 我們常常喜歡這個 我們 我們雖然是都在上課對不對 但是我們常常去聽演講 聽演講的時候 老師常常 那個那個演講者 常常 都在講什麼 都寫很多式子 重點也都不講 一直寫 一直寫 都好像都不贏 後面一直跑 一直跑 那通常都沒有什麼內容 那都是一堆數學系 你覺得他很煩 你覺得他很無聊 要怎麼辦呢 我們通常就會問 就會隨便就中間舉手一下 欸 小子 你那個上面的那個 鬥號是什麼意思 鬥號是什麼意思 他想說是什麼 笨問題 對沒錯 可是你就這樣子提出那個 笨問題了以後 他整個的節奏就會被打斷 打斷的那一瞬間 他自己可以想一下 我這樣是不是不對 講太快了 底下的人就可以稍微 腦筋回顧一下說 喔 其實他那個事情應該是什麼 懂我意思嗎 OK 其實在國外 打斷老師 問題是說 這麼平常的事情 你應該有聽過過這件事情 反而是東方的學生不太好意思 OK 所以 笨問題 好問題 好問題當然很好 笨問題都可以 你可以問我說 為什麼這個T呢 不是小寫的P 是大寫的P 沒有什麼原因 沒有什麼原因 你懂我意思嗎 所以任何問題都可以 任何時候都可以 當然啦 等等 只要看人 有些老師比較 比較street的一點 你也不能開玩笑 OK 但是在我課程上 應該說 我覺得在施大寧那個九層上 老師的問題都可以講 不錯 再一個再一個再一個 我們開始往下講 好不好 任何問題 我都可以開始往下講 對很好 他意思就是說 他不耐煩 小準 我記得 好 好 來 不好意思 很抱歉 你進我上課 你就知道常常說 好 OK 既然你這麼誠心誠意的問 我們就開始 來 很快的 今天 先稍微預告一下 今天主要是要講黑洞 今天主要是要講黑洞 講到黑洞 不讓你們走 不讓你們走 很多朋友就是我的錯 所以 今天主要的題材是黑洞 呃 但是呢 黑洞呢 直基於之前的這個 萬有引力 萬有引力 萬有引力的一個 非常非常重要的一個看法 上禮拜已經說過了 如果忘記了的話 你回去再看一下關鍵 那就是重力呢 根本不是一個 當然 不幸的是這個名詞換不了 因為 但是在英文是換得了 英文就叫previtation 它沒有force在裡面 但是呢 中文好像沒有一個東西 把這個力拿掉 你不懂得叫重 對不對 所以那英文很好辦 就是previtation of weight 今天要講到的重力波 它就叫previtation of weight 那怎麼辦呢 那中文 重波啊 不是 雖然我們已經知道 它不是一個力 但是這個名詞 還是會 黏在上頭 這個非常非常的不幸 但是沒有辦法 再給它等我一下 嗯 對 有 對 有 欸 我們請問你 有看到風嗎 好吧 我拿錯 我拿錯了 這是我舊的那個 啊 OK 好 那我這時候 用紙的 抱歉 今天出門太緊張了 所以拿這個 是舊的 好 所以呢 愛因坦覺得那個重力呢 根本不是一個力 根本不是一個力 它其實呢 是因為你的這個 那個時空呢 產生了彎曲 時空產生了彎曲 OK 那在彎曲時空裡面呢 所有東西 走一條直線的時候 那一條直線呢 我們找一條 側地線 一般的定義呢 就是兩點之間 最短的那個距離的那條線 好 但是呢 在這裡呢 那個側地線稍微一點麻煩 就是時空 不是只有空間 OK 所以稍微比較麻煩一點 好 那在這種情況 情況之下呢 你的這個走的這個 人家側地線 你如果從遠處看起來 它其實就像一條 曲線一樣 OK 這就是為什麼 很多東西呢 包括光啊 包括什麼都會在 重力底下 會產生偏移 就是這樣子的道理 OK 那上禮拜呢 我們曾經跟大家 所以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 重力 我們一直覺得它是一個力 但是呢 你真的仔細去想一想 事實上呢 在 雖然在日常生活的那種嘗試 我們都把它看成一個力 來 灌流引力來看一看 但是呢 真實的情況下 其實是時空的關係 OK 它是時空的關係 這非常特別的一個結果 所以呢 我們才會把 安斯坦的這些想法 把它提出來 然後這個非常好的一個例子呢 可以讓你看到 即使是從日常生活上 很簡單的一些現象呢 你其實都可以看出來 欸 日常生活上 對嗎 不見得是真實 不見得是真實 OK 好 那 上禮拜 我們還有非常非常重要的一點 是我們跟大家開始介紹的 稍微技術性一點 但是呢 讓大家試一試看看 因為在座有時候 是地科系的同學 那地科系的同學 出不定有一些人以後呢 會希望做這個 跟天文有關的 你就可以稍微看一下 如果你是做跟天文有關的 這個訪音相對論的這個計算 你要面對的是什麼樣的數學 OK 因為 彎曲彎曲彎曲 那什麼叫做彎曲 對不對 從剛剛的這個介紹裡面 這是在圖表 在圖上面呢 把東西扭一扭 彎一彎給你看 但是不要忘記了 物理 地球科學都是一樣 它是一個數字的科學 它是一個實驗的科學 你要能量 你要能夠算 要不然不算數啊 看 單單這個老師在那邊 統合成這個講 是完全不算數的 好 我就不要起來走一走 所以這樣希望大家可以接受 好 那 下一節對 我就要開始 那 所以呢 你要怎麼樣子來描述一個東西 叫做彎曲的空間 其實並不是像你想像那麼容易 OK 尤其是你要精確的去描述它的時候 上禮拜我們跟大家介紹了一個 非常非常簡單的一個辦法 那就是呢 你在空間裡面 先畫出一條一條的格子 畫出一條一條的格子 那這些格子呢 基本都是等距 就是大家 從很小的時候 就已經學過了 你就基本上 畫一大堆的平行線 那平行線呢 平行線跟弧線之間的距離 都是等距燈的部分 這是非常非常容易想像 OK 所以其實我是在講座標啦 其實我在講座標 那當然 欸 時空時空不是只有空間嘛 還有時間嘛 所以照理講 你這裡要放一個時鐘 這裡要放一個時鐘 這裡要放一個時鐘 所以明明我把這裏換一下 應該這裡要放一個時鐘才可以 所以時鐘變得也是像個刻度一樣 一個一秒、兩秒、三秒、四秒 等等等等這樣 OK 第一秒跟第二秒之間相差多久 一秒 第二秒跟第三秒之間相差多久 一秒 很距離 欸 那什麼叫做彎曲的空間 那就是你剛剛畫好的這些空間呢 事實上現在就變成是 有的大有的小啊 那邊我有用了一個這個 黃色的這個箭頭畫給你看 本來呢是平平坦坦的 也就是說每兩個間隔之間的這個距離呢 都是等個間距離 但是等到你彎曲了以後 彎曲這裡指的呢 就是有一個地球在那邊 欸 有的地方呢就變寬 有的地方呢就變窄 有的地方呢就變窄 有的地方變很寬 有的地方是寬一點點 在這個地方你就可以看得很明白 對不對 如果是在這裡呢 它就變得很寬 這個地方呢寬一點點 都一樣是兩個 我畫在裡面 所以呢 意思就是說 你要怎麼樣描述一個彎曲的空間 很簡單 你就把空間裡面的格子 每兩個點的距離 兩個點的距離 兩個點的距離 把它記錄下來 如果你發現 欸 我記錄完了以後呢 還是都一樣 那你就平了 沒有什麼好記錄 但是如果你發現 每個都不一樣 那你就知道你空間是完了 簡單的說就是 OK 好所以呢 我們現在就把這個空間 這個把它記錄下來 這個呢我們就把 給它一個很嚇人的名字 就叫做杜龜 英文叫做metric 這個名字我也不知道該怎麼翻比較好 但是呢 杜龜或者叫齒龜 英文就叫做metrics 這個數學的樣子呢更嚇人 G-U-N-U-R-G 非常非常嚇人的一個符號 但是呢這個就是廣義相隔論的主角 你在學萬有與利盯利的時候 你的主角會是什麼 利嘛 萬有與利對不對 來各位 所以呢你在學外 既然你現在已經不是利了 所以在廣義相隔論裡面 重利的什麼叫 彎曲 彎曲怎麼表示 杜龜 G-U-U OK 好 比如說 既然這個東西呢 這個杜龜是在量一個格子 坐標間隔之間的這個距離 所以呢 你所寫下來的這個東西呢 就是告訴你間隔的多少 比如說 來我舉一兩個例子 雖然這都不是很嚴格 但是給你感覺一下就好 GXX 這個下標呢 你可以選XX 那麼在RT 它是一個R跟T的函數 所以也就是說呢 你在坐標是R的地方 在時間是T的時候你去測量 沿X方向 一公分的格子現在到底多少 你說 喔對 等等 還沒有彎之前 是一公分 現在彎了以後 還是不是一公分呢 你不知道 來 記錄下來 這個就是第一個數據 OK 那當然有YGYY TZE 這都不用我再多說 OK 那不是只有空間啊 它還有時間啊 所以有GTT 喔 等一下 GTT是什麼 GTT是時間啊 OK 所以也就是說你在這個地方 在R的地方 在時間是T的時候 換一個時鐘 你看那個時鐘呢 TOK 下一秒 TOK 下一秒 每一秒之間的間隔 你本來以為它是一秒 你的手錶 量好 調整好是一秒 現在是不是一秒 欸 等到你有東西清過的時候 你不見得是一秒 OK 來 記錄下來 記錄下來以後 你就知道你的工具的時間 OK 好 所以呢 在平坦的時鐘之下 原來是間距都相同的 現在在彎曲的時鐘 就會有的比較長 你如果把它紀錄下來 你就得到了一個非常複雜的資訊 但是這個資訊呢 有兩個特點 好 兩個特點 第一個特點 它呢 是 時間跟空 它是遍布於空間各處 而且會隨時進入變化 你有沒有發現 因為它是R跟T的函數嘛 照理講 原來跟時間空間都沒有關係 整個體肅都是平的 等到你開始彎了以後呢 有些地方彎的比較嚴重 彎就是有些地方彎的比較嚴重 有些地方彎的比較嚴重 有些地方彎 有些地方彎 有些地方不彎 才叫個彎啊 OK 所以呢 有些地方 它會拉的比較長 有些地方不會拉的太長 有些地方根本連拉 圓拉洞都沒有 因為你看你如果遠離 地球非常非常遙遠 在太空中什麼東西都沒有出現 在一個沒有重力的情況之下 放你幾乎是平函的 所以在那種情況之下 你所量到的結果 還會跟原來的格子值的結果 相同一樣 OK 好 所以呢 你把這些結果把它綜合在一起 所得到的這個資訊 就是你的這個重力的資訊 OK 所以所有的重力的資訊 就從它這邊得來 OK 一般我們常常就把它叫做重力長 如果你也聽說過這個名詞的話 這個就叫做重力長 好 因為所有有關重力的東西 但是全部都有它來決定 好 等一下 我們會稍微用到這個東西 而且會告訴你 怎麼樣子來描述空間的彎曲 再等你一下下 欸 喔 對 這句話很重要 所以呢 你把這個資訊呢 全部都收集起來了以後 就是每兩個東西之間的格子 這個距離呢 把它收集起來以後 你就能夠確定的 你描述這個空間的彎曲 你不相信 來 你試試看 現在假想你要描述這個空間的彎曲呢 不是一個空間 是一個曲面 比如說 一條船的屁股 一條船的下 底部啦 應該這樣子 一個船的底部 就是把船才把它翻過來 那大家都知道 船的底部呢 它不是平的嗎 也可以是平底船 但一般來說不會是平底船 比如說是長那個形狀 OK 好 那你怎麼描述 比如說你現在跟遠方的這個男朋友 或女朋友說 欸 你幫我坐一台船 就長得像這樣 長得怎樣 你不能長這樣啊 就是那樣啊 會不會不會 你要講清楚說 我這個船呢 它的凹曲的程度是什麼 哪邊凹得比較多 哪邊凹得比較少啊 等等等等 你怎麼描述 很簡單啊 你就在這個船上面 各處都釘滿了釘子 釘滿了釘子 你去量這兩個距離 這兩個距離 這兩個距離 對我來說很明白的就是 這兩個距離 到這裡就變得比較窄 到這裡就變得更窄 到這邊就更窄 到這邊就兩個距離 所以你整個 這個船體的那個形狀 就已經知道了 是不是 OK 所以呢 如果你想要量出一個彎曲的空間 最簡單的辦法 就是像這裡用釘子 然後把兩個點之間的距離 把它弄出來 弄出來以後就知道 那個問題 那個天然之外 你把這個資訊 丟給遠方的男朋友 或女朋友 他就可以幫你把它創作出來 原則上 OK 所以這是超厲害的一個工具 所以你本來在我們的心目中 想像的只是彎 不彎 彎多少 但是呢 用這個資訊 你會很細節的 去定量的去量 好 所以呢 如果你還記得 我們在上個禮拜 所介紹過的一個方程式 叫Einstein方程式的話 那這個方程式呢 就是剛剛的這個G 算出來的 好 那個時候呢 我跟你說 左手邊的這個東西呢 是有關於空間的區率 就是空間彎的多厲害 那時候我跟你說 空間彎的多厲害 這個是能量 由能量來決定它彎的多厲害 所以照理講 能量越大 質量越大 彎的就越厲害 OK 那你有沒有發現這裡有個G 呵呵呵 就是那個G 這個R G算出來的 好 如果有數學系在場的話 他們說不定你立刻就已經被認出來 這個就是在數學上 非常非常簡單 錯 不是非常簡單 非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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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典型的一個 維分集合的這個計算 欸 Einstein事實上 你們如果覺得這個東西 非常一個這個 生硬的話 那你就對了 因為Einstein呢 自己花了七年時間才搞定 上禮拜跟大家講 上次上課的時候跟大家講過 Einstein呢 Einstein呢 想到了那個 廣陰相對論的原則 事實上是1907年 他什麼時候寫出Einstein 廣陰相對論的文 1915年 那中間的七年他在幹嘛 欸 學數學 呵呵 所以你如果覺得這個 我剛剛講的這個東西呢 對你來講有點生硬 那是因為你就跟Einstein一樣 不是很手機數學而已 Einstein花了七年的時間 學會了這些數學而已 花花你怎麼樣子從剛剛講的那個 那個彎曲 剛剛講的那個 那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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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杜龜去算出來 他的區率啊等等等等 但是在數學系來講 非常的簡單 OK 他有一個好朋友 應該是來 上次換一張照片 他的好朋友 他的好朋友呢 比他聰明比較厲害 很早就拿到教授 他是一個數學家 據說他都是從這個 數學家裡面學來 好 Anyway 所以呢 總而言之 言而總之 這個雞呢就是 你在描述的這個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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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重力的時候 有需要的這個資訊 很多東西就說 這又怎樣 單單你知道說 有雞這件事情 再次 雞是彌漫在整個空間中 各處都有 隨著時間一直變化的 這個東西 你就可以了解 一件非常重要的問題 上次我跟他問過 地球如果被撞歪了以後 綠量是不是怎麼知道 這 我這裡畫的是 地球跟 太陽 Sorry 那就想 太陽如果被撞歪了以後 我們地球是不是就會知道 欸 上次跟大家說過 如果你根據牛頓的萬元引力的話 你 地球應該立刻知道啊 因為一撞歪了以後 距離就立刻改變 立刻改變你的引力 就立刻改變 你就立刻知道才對 但是不可能 因為愛因斯坦告訴你 你的訊息的傳遞不能夠超過攻速 對吧 OK 這是為什麼我們要開始修正萬元引力定律 我們上禮拜說 這是為什麼愛因斯坦要開始思考說 欸 我牛頓到底對不對 你要重新的來改正 OK 好 如果說你現在知道了 地球以重力呢 原來其實是因為這個 空間的這個彎曲 然後呢 空間的彎曲呢 是遍佈在空間各處的 空間的彎曲是遍佈在空間各處 每個地方都可以彎的不一樣 等等這樣子 那麼這個問題就有很簡單的答案 你立刻就不會想像得出來 不是嗎 而且是你從小就會的 那就是 如果說呢 你這個地球突然這些改變的位置 你應該想要這樣子跑過來 那麼這邊呢 會不會往下壓嗎 彎的比較厲害嗎 重的地方彎的比較厲害 簡單的說 當然這都可以算 但是呢 我們只能在這座場上 只能用最簡單的方法講 當你這個跑過來以後 這邊就彎的比較厲害了 那這邊彎的比較厲害了以後 它的後面 是不是也會跟著彎的比較厲害 如果這個地球空間的這個基 是有彈性的話 像水一樣的話 這當然是個問號 但是如果是如此的話 那麼這邊往下壓 它應該會帶動這邊也往下壓 那這邊往下壓 這當然會帶動再遠一點也往下壓 不是如此嗎 OK 那如果是這樣子的話 這個地球突然之間改變 所造成的某一個地方 突然之間你彎的比較厲害的這個效應 就會很像水波 如果水波當一個水滴滴在一個水面上的時候 就是在它滴下去的那個地方 水面彎下去了 然後帶動旁邊往下彎 這個彎往下彎 它就變成水波黏在空間裡 各位第一次見面 因此就有重力波 所以地球或者是太陽 如果突然被衛星轉彎了 遠方的星球什麼都會知道 答案就是 它必須要靠重力波傳播到遠方去的時候 它才會知道 要不然它不會知道 而重力波的這個東西 在傳播的速度 剛好就是光速 這要算 這不是說我這樣 公共說白話就是對的 那個有興趣的同學 二年級可以去修光一項樂樂 所以呢 這個速度剛好是光速 這個重力波傳播的速度剛好是光速 這個有點像你在算那個水波的時候 水面波也是有一定的速度是一樣的 所以呢 重力波有一定的速度 那就是光速 所以呢 遠方的人什麼時候會知道 就是等這個波傳到它 那個人知道 但是不會立刻知道 訊息的傳遞果然是以功夫在前進 OK 好 所以呢 也就是說 這個真空 我這裡寫了 真空中的這個尺度 跟時空的這個彎曲 扮演很像是戒指那樣的一個角色 戒指這樣的角色 使得這個重力 照理講沒有戒指啊 空空的真空啊 但是呢 這個這個格子 從某一個角度 有點像戒指一樣 扮演同樣的角色 所以呢 這個空間的這個重力的融洞 就可以傳播到一個方式 所以重力就不再是超級 所以這句話很重要 所以呢 在廣義相對論裡面 重力就不是超級 重力就不是超級 OK 好 好 yeah 因此 欸 重力 這個這個呢 就稱之為重力波 所以呢 用一句簡單的話來講 就是呢 它傳播時空的彎曲到五方去 那什麼叫做時空的彎曲 但是 剛剛你講過了 如果沒有時空的彎曲 所有的尺度 都是一樣的 間距都是一樣的 但是呢 一旦你有了這個時空的彎曲了以後 有的會被拉長 有的會被縮短 所以呢 直覺的你就會想 像什麼叫做重力波 重力波就是你傳播到的時候呢 一個原來一樣長的一個東西 突然間被拉長 或者突然被縮短 OK 好 當然啦 這個要仔細算才知道 我們知道呢 這個拉長跟縮短 並不是隨便的 它事實上呢 我們計算的一個結果呢 它的一邊被拉長的時候 另外一邊就會縮短 這應該怎麼看 就是 這邊被拉長 這邊不就被縮短 什麼意思 OK 那那邊有靜止的 所以再一次重力波經過的時候 突然之間就會被拉胖 要不然就會壓瘦 再拉胖再壓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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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被關車打 2015年不就是 今年多少 2021年 6年前耶 所以愛因散等了100年 愛因散都死了 沒錯 重力波從愛因散過世了之後 大家經過一直在討論這個東西呢 應該是存在的 所有人也都相信它是存在的 但是因為重力實在是太弱了 重力實在是太弱了 所以經過了100年的時間 完全沒有辦法量測得到 我還記得 我是你們這個年紀的時候 我在那個學校的時候 所有人都告訴我 重力波是量不到的 重力波是量不到的 OK 可是沒想到 至少我有生之年 在我有生之年 竟然就可以看到重力波被量到 It's amazing It's amazing 太令人興奮的一件事情 OK 所以你那時候常常聽到人家說說 這個重力波的量測 等於是在愛因散過世 應該是不是愛因散過世 應該說 在廣義相對的提出 100年之後 證實了廣義相對是對的 證實 而且這次的證實是非常非常非常精確的證實 非常非常精確的證實 愛因散的廣義相對是 100年後再一次證實 真的是對的 好 那這當然是大消息 永威時報的頭版 這不會有多說 那你看這個人在裡面 這個簡單看起來是個非常輕易的儀器 那這一次所量到的這個重力波呢 為什麼現在會量到 為什麼大家就說 在我小時候告訴我我量不到 因為它太弱了 那這次為什麼量到 因為這次看到了黑洞在撞擊 黑洞是超級厲害的一個現象 我們在今天 讓你手之前會介紹黑洞的這個現象 但是黑洞 因為它的質量非常非常非常的巨大 下一頁 這篇文論文裡頭呢 有秀給大家看它的到底有多多巨大 在這裡 36M太陽 M太陽就是太陽的質量 所以呢 這兩顆黑洞 一個是36個太陽的質量 一個呢 是29個太陽的質量 兩個撞在一起 夠大吧 OK 它還不信 你還要夠近 它不是太遠 410個Megapasic 那個 那個 那個地球科學系的同學 就大概知道 Pasic大概是三個光年 三個光年 因為我用物理器常常不太用這個Pasic 所以呢我也考試很清楚 不過應該對了 好三個光年 三個光年 所以呢 所以我通常看到Pasic 所以我大概想要那個光年差不多 好 那Megapasic 那個就是10的六四方 所以是百萬的光年 所以大概是四百萬 但是我剛剛成三 所以呢是大概一千萬的光年 一千萬的光年 一千萬的光年算近的 一千萬的光年算近 一千萬的光年算近 宇宙有多大 不是 宇宙有多大沒有人知道 但是宇宙我們能看到的部分有多大 哦 那看宇宙有多大年紀 宇宙有多大年紀 欸 許所回答的加十分 136億 136億 好 這新宗要有這個數字啊 欸 這個你中華民國幾年 搞不清楚的話 你至少知道宇宙有多長 對不對 宇宙的年紀呢 130 我都記得137啦 136.5 對不對 137億年 或136.5億 OK 所以宇宙有多大 136億的光年 因為這個是我們能夠看得到的這個宇宙 看不到的宇宙 你永遠都看不到它 你不算 假裝它存在 沒有說它存在也不存在 跟你一點關係 但是你所能夠看到的這個宇宙 有137億 所以你看 一千萬的光年小case 這就是為什麼能夠量得到 它夠劇烈 還有夠近 要不然 這樣子的一個現象 還是沒有辦法 OK 所以當然這個現象是超級厲害 所以2015年量到的 2016年就已經發表了 所以這個文章是在2016年發表的文章 等一下我會再更仔細的介紹 這些十次的數據 但是呢 這個大概就是科學家 藝術家 來把它具象化的一個結果 所以這大概就是兩個黑洞 有些最早的時候是放那兩個 不過我帶來一直覺得那個圖 很像兩個豬的敵人 所以它對我們做的東西 越來越合理 是做這個東西 因為我聽到這個新聞 都很興奮嘛 一直秀給它看的時候 你看兩個黑洞都撞在一起耶 兩個豬鼻子有什麼了不起呢 Anyway 兩個黑洞撞擊 撞擊完以後 產生什麼 重力波 所以這個就是一個重力波 再一次重力波就是空間的彎曲 在空間裡面傳播嘛 對不對 有些地方凹 有些地方不凹 所以它就產生一個 像這樣的一個情形 OK 好 這裡呢 有一個 我先介紹一下 這個實驗的這個情況 然後我們等一下有一個影片給大家看 所以呢 大致上呢 會是像這樣子的 這個是兩個黑洞 那黑洞當然不是 咚 像撞手這樣撞 因為他們兩個靠近了以後 B時間會繞 B時間會繞 所以基本上 大部分的時間 兩個黑洞是繞著對方 繞著對方 形成一個像雙星一樣的這系統 但是呢 因為這個 這個 因為它會把能量輻射掉 OK 照理講兩個東西呢 可以維持一定的軌道 在一定能量一直繞下去 沒有問題 但是呢 因為它會輻射出能量 所以它能量就會越來越小 當你能量越來越小的時候 低的是速度越來越慢 或者兩個距離就越來越近 這樣的邏輯可以感覺得到 這個以後 這個以後都會寫給你看 但是呢 基本上可以感覺得到 那你能量越來越小的時候呢 這兩個物質就變得越來越慢 要不然就越來越靠近 越來越靠近 越來越靠近 最後呢 就撞在一起 撞在一起以後 兩個黑洞呢 就變成一個黑洞 就變成一個黑洞 整個的過程 然後呢 我們現在已經可以算出來 它的綜藝波 它的形狀長得像是 好 更知道這個是 2000年才算出來的 你想 愛斯坦已經過世這麼久了 對 非常非常難算 你不要想說 大家常有可能很多同學 看過這個圖 看過很多次 但是呢 這個圖非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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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難算 原因就是因為廣義相對的事實上呢 是一個非常複雜的數學式 所以呢 你要真正算出它的結果出來 事實上非常的困難 所以呢 我們到了2000年 才有一組物理學家 欸 比如說那我就用電腦算就好 沒有 電腦也算就好 一直到2000年才有數學家們 才有數學家跟天文學家 發明發展出一個辦法 現在通常把它叫做數值廣義相對 數值相對的 一樣 在護理系你可以找到老師討論這件事情 他就可以開始用一些近似的方法 OK 甚至呢是先把答案猜出來了以後 把他帶回去的方法 總之他們用了各式各樣亂七八糟的方法 終於算出來 當然也是一個近似 但是是一個非常非常好的近似 所以他大概就會長得像這樣 然後呢 等他兩個撞在一起的時候 那一瞬間 他的重力波會變得非常非常的強 OK 各位 第一次見面 重力波 好 重力波 來 給大家看一下影片 這個口說無品 當然啦 等下給你看 這個也是模擬出來的結果 並不是真實的結果 但是呢 可以給大家一個真實的感覺 這個重力波大概會長得像這樣 我們等一下要看 找到我們就在這裡 我們把他放大一點 來 在這裡等一下好 我們把他放大一點 來 讓大家看得比較輕鬆 讓大家看得比較輕鬆 放大 好 大家將就一下 他有點小 但是呢 我現在往下找不到那個 把他放大 OK 好 在左手邊這邊 你可以看得到 兩個這個 兩個這個 兩個跌動 兩個路向在繞 底下的地方 你會發現這裡陷下去 這邊陷下去 就是要重力很強 OK 繞 繞 那底下這個地方 真的是算出來的這個 這個重力波 算出來的這個重力波 OK 當兩個越來越靠近 越來越靠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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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後呢 終於兩個撞在了一起了 那一瞬間 當然釋放出 極大極大的能量 極大極大的能量 極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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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他給他慢動作 這邊你看出來 在兩個東西呢 哇 在這一瞬間 兩個就真的 變成是一個飛動 OK 好 那就重力波了 好 剛剛我本來想停下來 給大家看的呢 就是你如果 才注意到 這遠沖的地方 他已經把這 他的重力波畫出來 這個一個顏色 一個顏色 一個顏色 就像剛剛講的 一個地方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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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個彎 那個像波一樣的形狀 所以呢 現在等到他兩個 撞在一起以後 這個波還會繼續往那 外面延伸去 這個就是我們量到的 這個 這個 才會傳播到 光速往遠處去傳播 然後在遠處的部分 而我要請問 剛才 剛才 剛才在 他的重災期的時候 他說 下面這張波的圖 有突然往上傳 好 這是我完全沒辦法回答的問題 哈哈 原因就是因為 那個是數值算出來的一個結果 所以我大概給他 給你看一下 或許你從這個地方 就可以轉得到 從波音的電商 就可以看得到 你講的是這個嗎 對 不是 不是 是整個平面的 整個平面 是3D的 好 好 我們再來看一下 所以你講的是兩個 快要撞在一起 對 兩個快要撞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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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邊 OK OK Yeah 這是一個非常好的問題 正好就是我不會的 呵呵 沒有 欸 就那邊重力是 這表示這裡 低於平均 呼出來表示 沒有 他這裡 他這裡能夠畫出來的是 他的彎曲的程度 他這個高跟低 你不能把它看成是說 他有一個水面的高跟低 他其實這個東西 只能讓你算出來的 事實上呢 是他的這個水面 等一下我就會告訴你一下 這個彎曲是什麼意思 如果你要等我一下 但是呢 這個東西簡單的說 你最容易從裡面讀出來的呢 就是這個地方的重力 非常非常強 這個地方的重力呢 非常非常弱 至於這個圖代表什麼意思 等我兩分鐘 我們等一下就開始熟 OK 但是呢 最簡單的一個說法 就是你顯然在這個地方 重力非常非常強 為什麼非常強 嗯 啊你靠這個重力這麼近嘛 對不對 而且他們正發生劇烈的狀態 把這個重力撞在一起的時候 它發出來的那個震波 特別特別的強 OK 即使你 繼續往前走 它再繼續往前面走 你看 它即使呢 等到它沒有 等到它已經合在一起了以後 雖然你靠它很近 它還沒有剛剛的重力那麼強 原因就是因為撞的那一瞬間 你那個整個黑洞撞在一起的時候 它會有點像 你就想像兩個水泡 不要 不是水泡 水滴 撞在一起的那一瞬間 它不是會有那種很強烈的這種彈力不現嗎 對不對 那個狀態其實非常非常蠻描述的 但是你至少可以想像說它的劇烈 所以運動會非常非常劇烈 OK 所以那個高起來那麼高 你描述的是這個能夠 描述的是這個能夠 OK 但是你不太能夠把它看成是一個比平均值高 或平均值低的這樣子一個看法 為什麼 等一下你就知道 我等一下會秀給你看 好 可以嗎 所以這個是給大家看一下這個 相對 這個 那 這一張投影片呢 是 其實是一個非常好的這個LIGO的介紹 這個實驗室叫做LIGO LIGO LIGO就是剛剛的四個字 簡單看一下 這個就是LIGO的平面 OK 那 這個大家可以自己回去看 我要給大家看的是剛剛講的 給大家看清楚一下 來 這個 這個就是所謂的平面 重力波 就是所謂的 它 就跟水棍波是一模一樣的 OK 不是完全一模一樣 你可以這樣想一下 OK 再一次好 我是要給大家看這一圖 當兩個這個黑洞呢 繞在一起的時候 非常非常快速繞 當然繞得夠近的時候 那周圍的這一些 杜龜 剛說過 杜龜就是兩個格子之間的這個距離 有的地方會被拉長 又會拉短 那這個拉 這個變化會像波一樣在空間裡 我 這張圖就是要表現 大家知道我意思嗎 可以再看一下下 所以這張圖影片 完全只要給大家這樣子 這個就是 這個是非常重要的那個 這個 有的 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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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éfléch 通過的時候呢 你可以去量一個長度它的變化 所以我這裡寫ΔL 所以你量色它的長度的這個變化了以後 它就會呈現一下長一下短 一下長一下短 對 一下長一下短 這張圖的縱軸就是ΔL-L 你剛剛沒有問我說這張圖到底在算什麼 ΔL-L-L ΔL再一次一個長度 它的長度的變化當重力波及 沒有重力波的時候就是L 就是它原本長度 1公尺 2公尺 OK 但是一旦重力波經過的時候 它的長度會變化 OK 然後它會拉長縮短 拉長縮短整變這樣 這樣的一個像波一樣的形狀 這就是重力波最標準的形式 好 那你就量就好了嘛 各位 你要量多少 當你要做一個實驗之前 你要先量 先估計一下你所量到的數值 大概就是多少 好 就是不 соврем個》 所以呢這個實驗 ΔL-L-L 點型的數值是多少 10的-20 等等 什麼時候我量過10 10的-21 大家知道10的-9是1千億分之一嗎 10的-12是1 ξ 10ということ分之1 都沒有名字啊 所以10的負20字 所以很多人就會說 你這個重力波 所以我的小時候 大家都告訴我 重力波真的知道 就是這樣 因為你只把量到這個 這個ΔL這個長度的變化 實在是非常非常非常小 你一輩子什麼時候 碰到10的負20 好 所以呢 這就是為什麼 這個實驗非常非常的難做 可是呢 這些黑洞已經禁閉了 你看看 這個黑洞我為什麼說要禁閉的 你不要看剛剛的土都畫得很慢對不對 兩個黑洞就慢慢繞 好像在逛花園一樣 等到下面這個土更加驚悚 這個土畫出來了 它的兩個鼻子之間的速度 這個是Verasio 0.3 0.4 0.5 不是0.3 0.4 0.5 0.5 0.3 0.4 0.5 0.5 0.5 0.3 0.4 0.5 0.3 0.4 0.5 0.4 0.5 1.5 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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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很多人可能看過這道電車轉動 炒得快一點 這個就是LiGO 這個就是所謂的L 我們剛剛一直講L L就是這個 因為你越長的L 你的DELTA L就會越大 比較好量 所以這個L多長 4公里 細節是要看起來 它事實上有數字 4公里 沒有記錯 4公里 所以 這個實驗非常的簡單 很簡單講 它把光 它呢 兩個L 一個L在這邊 一個L在那邊 然後呢 它讓光從這邊打過來了以後 從這個地方呢 分解成兩條 一條呢 走這一條 一個呢 走那條 然後兩道光呢 再回來 所以 所以 這裡我又有 對 我們可以邊看的時候邊撿 所以呢 當兩道合乎 各匯合在一起的時候 不要忘記了 你的光並不是真的呢 是光 它實際上是波 OK 所以牛肉裡的這個長度呢 開始開始慢慢 慢慢這樣子 這樣子變大變小的時候 你的相位會不一樣 欸 相位差嘛 這是非常簡單一個概念嘛 來 你可以看它的影片 反彈回來了以後 然後 同時這邊也反彈回來 兩個在這個地方呢 就會干涉在一起 如果說它的變化 長到 讓它是波空跟波補在一塊 那它當然就 破壞性干涉 那如果說 長度呢 剛好讓它變成建設性干涉的時候 它就是搶 所以你在那邊會看到什麼 你在那邊就看到 這樣一個畫面 不是如此 所以如果再一次 你的這個長度呢 是這樣子的一個 像波一樣的 這樣子的 變大變小 變大變小 你在這邊看到的信號 一樣 變大變小 好啦 這當然是一個很簡單的一個 一個 一個太簡化的一個說法 但是 more or less 就是不思考 more or less 有沒有問題 所以這個實驗其實很簡單啊 如果大家記得我們 狹藝鄉被認為的介紹 這就是一個干涉椅 就跟當年的 測量光速肯定的這個解釋 知道嗎 再給我大概五分鐘 就休息 所以呢 這個就稱之為干涉椅 所以呢 長度的變化就會有 好 所以這個資料都在上面 各位同學可以自己看一下 好 那 這個萊果實驗還有一個 非常非常重要的特點 你測的一個信號呢 我剛剛已經講過了 10的負21 拜託 10的負21 一隻螞蟻走過去 你可能那個長度 螞蟻走過去 地殼會震動 那地殼會震動 底下會兩到 兩得到啊 你說很小很小 那總是比10的負21大 不是如此 所以這個實驗 它的量測技術非常非常的困難 原因就是因為它的信號非常非常的小 它的Noise非常非常的大 Noise就是你的咬動非常非常的大 所以它有兩個非常非常重要的一個實驗的技巧 第一個技巧 做兩個 一個呢 在 路西亞那時候 一個呢 在美國的西亞特附近 如果 就 Microsoft附近 就對了 Microsoft 這個 Amazon的總部附近 兩個中間的距離 3000公里 所以呢 當這邊有一隻螞蟻走過的時候 不太可能那邊剛剛有那隻螞蟻走過 你這樣跟我意思嗎 所以呢 如果你看到這邊有一個螞蟻走過的訊號 可是這邊沒有看到 就把它消掉就好了 因為你知道那是螞蟻走過 我意思是說 你發現的 顯然是這個信號呢 是這個附近的環境的一個信號 而不是重力波 如果是重力波的信號 這邊有 這邊有一點 可以嗎 這是第一點 第二點呢 這個實驗能夠做成呢 後來才聽說的 他們有點跑腳波 跑腳波就是 做實驗的時候 老師不是說叫你要 欸 你們開始做物理實驗了嘛 對不對 老師說那個度教都會叫你們要做那個 預報 對不對 預報 預報是什麼意思 就是你回家先想一下 你會看到什麼 欸 你不覺得這很奇怪嗎 你先看到 你決定 你覺得你說你會看到什麼 那你就心裡一直想 我會看到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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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越做就越像 不是如此嗎 欸這個實驗有一點點像的味道 他們在處理 等一下應該下一個 他們呢 在處理這個數據的時候呢 這個是量到的信號 上面這個是量到的信號 這個呢 是理論預測的訊號 這個是理論所預測出來的訊號 他把上面的訊號跟下面的訊號用撿 意思就是說 他預期他會看到什麼樣的一個結果 然後呢 把他所量到的亂七八糟的訊號呢 把他兩個相撿 剪掉了以後呢 你去看你所得到的那個結果 是不是無稽的 是不是隨機的 所以這個需要很強烈的這個 統計上面的一個技巧 你才能夠做得到 好 才能夠做得到 意思就是說 你預期你的結果是什麼 你把你的訊號去跟他相撿 撿完以後呢 你會得到他的這個 這個很奇怪的這種擾動 但是這個擾動呢 如果經過一段時間 都還是有 那你就把它削掉 因為他肚子都有 對不對 但是他如果只有一段時間出現 那就知道 他就不需要 OK 好 所以呢 把這兩個實驗的這個 這兩個實驗的技巧呢 都把它放進去了以後 More or less 這張圖可以表現出這樣的一個結果 那就是上面那個圖呢 就是那個 那個西雅圖附近的那個總部 在 這應該在19 2015 2016 2017年的那個夏天 4月的時候 有量到的信號 這個是在3000公里之外 西雅圖附近 那個路易西安納州的那個實驗呢 有量到一個 在同一個時間 你很明顯的看得出來 他們兩個一模一樣的情況 下面這個圖是把兩個結果 把它擺在一起 這 again 我說過 如果在兩個 將相隔3000公里外的地方 他都量到一樣的結果 你就有信心知道 那你可能量到什麼事情 而且你把你的這個結果呢 跟實驗所預期的 完全把它對照在一起 竟然發現 幾乎完全一模 兩個這個 這個黃色的那個線 白色的這個線 就是他的 就是他的 理論的底色 就是白色的線 上面的是那個黃色的線 就是彈底色的線 OK 好 所以用這兩種方法 移進了以後 物理學家終於敢說 他們事實上是量到的 這個 這個黑凳的這個撞擊 OK 而且呢 連他從哪一個位置呢 都會找得到 因為呢 你從這邊是路易西安那 這邊是西亞特 所以呢 你對一下 在太空中的哪個地方 就可以找得到 OK 這個是他 預測出來的位置 好 大麥澤蘭附近 好 大麥澤蘭附近 好 所以在 這個是2016年的2月11號 好 2016年的2月11號 這個人叫 有沒有人看過那個 《星際效應》的電影 都看過對不對 《星際效應》的電影 大家都跟你說過 他事實上是 有一點點是真實的推薦 原因就是因為呢 他們的導演去 請了宋先生 這位先生 去當他們的這個顧問 好 所以黑凳長怎樣啊 等等這些事情 都是根據真實的科學 去模擬出來的 好 那就是這個宋先生的這個功能 好 不過那時候 那時候他還沒拿諾貝爾獎 這些事情還沒有發生 2016年的2月11號 他們宣布了這個結果 2016年 2015年的11月 那時候你們幾年只 可能還小學生 2015年的11月 宋先生來台灣 在中研院給一個演講 據我的好朋友說呢 他們偷偷跑進去 去辦公室 因為一直傳說說 好像他們看到跡象 看到跡象 據說他們就偷偷跑到辦公室 跑到那個演講的後台 去問他說 欸宋先生 你真的看到東西嗎 誰跟你講 沒有這種事啊 我們什麼都沒看到 我們那個實驗室還是一環亂 什麼都沒看到 其實那時候沒看到 好了 我朋友跟我講 我朋友跟我講 他來台灣的時候 一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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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們其實已經量到這個訊號 因為你看 2015年9月 他來台灣是2015年11月 那時候已經量到了 只是呢 這個實驗數據的數據處理 要花大概半年的功夫 而且呢 要不斷的驗證 不斷的這個互相批評 才能夠確定那個結果 要不然你說你看到到說 結果不是 你是天下最大的笑柄 所以呢 非常非常謹慎 所以他來台灣的時候 一句話都不可以講 這個我印象帶有非常久 不過anyway 沒想到一回去了以後呢 才過兩個月 就在那個 我宣布了他們找到的 這當然是一個天大的消息 天大的消息 所有的最厲害的科學雜誌 全部把它當成是中央標題 2016年的這個Science雜誌 如果你地球科學系 算是Science的一部分 科學的這個雜誌呢 是以Science跟Nature 兩個是最重要的兩個雜誌 那Science雜誌呢 每一年會選出 十個Breakthrough of the year Breakthrough of the year 就是那一年不是只有物理喔 物理、數學都算 所有的這個科學裡面呢 那一年最重要最重要的 十個 十個 2016年就是這個 你看出來 這個就是那個 那一條 就是那個 那個 那個干涉影 好 那這個就是他們所看到的 的確 這是一個驚天動地的一件事情 好 有興趣的同學呢 可以去看一下這個Live of the page 從那邊點過去 就可以看得到 好 在你們走之前 把最後幾個數據先 不在你們走 在你們休息之前 把幾個數據呢 給大家 數字給大家看一下 所以呢 這個撞擊呢 是 三十六個太陽 跟二十九個太陽 十兩 的兩個黑洞呢 撞在一起 撞完了以後 六十二個太陽 六十二個太陽 這個為什麼他們知道 他們可以從那個 那個波的大小 可以估計的出來 他們的那個重力波 到底是多重的東西 撞完了以後 變成多重的東西 它可以從剛剛的那個數據裡面 可以看得出來 好 那細心的同學 立刻就算一下 三十六加二十九 總共是 六十五 六十五減到六十二 三個不見耶 三個太陽 三個太陽的質量 在撞擊的那個瞬間 消失掉 好 到哪裡去了 重力波 重力波 把它射出來了 OK 所以呢 這樣子的亮度呢 我說呢 大概是 整個宇宙發光的總亮度 我沒騙你啊 整個宇宙 你把那一 一瞬間 總的亮度把它加在一塊 大概就是 這三個太陽 這樣子劇烈的運動 所以才會有 我們剛剛看到的那個 OK 好 極度劇烈的撞擊 三個太陽的質量不見了 好 太陽不見 不是不見了 它 它 浮射出來 浮射出來 以什麼形式 光 熱都有 但是重要的是 重力波 重力波傳到地球 我們在地球的地方呢 量到 但是呢 在地球上量到 就已經非常非常的穩弱 因為呢 距離我們非常的遙遠 所以呢 大概只有10的負21 剛剛你介紹過這個數字 10的負21 負21呢 大概是多大 以那一狗來說 它就是一個直子的半徑 一個直子的半徑 所以這一家伙能量到一個直子的半徑 這麼小這麼小的很長度 Amazing 所以呢 這是非常非常了不起人的事情 那當然這幾位先生呢 在2017年就拿到了諾貝爾獎 才隔一年 一般若貝爾獎得很多年啦 所以不小心證明一天過世呢 你就 就虧了 但是他們一年之後 立刻就拿到了 那就是宋先生 當然宋先生不是最重要的主角 真正重要的主角是第一位 WISE 因為這個實驗是他在 如果沒有記錯的話 是1980年代就開始做 很難想像喔 WISE先生呢 是在1980年代就開始 提倡要做這個實驗 而且真的開始做 但是一開始就怎麼量不到 我跟記者在上學的時候 他們有跟有人說 在MIT有人在做這個實驗 然後大家都在嘲笑他們 欸 你要想啊 你做不出結果 沒什麼了不起對不對 你已經是大教授了 你就回到自己的辦公室 翹著翹 跟學生Flock的 Flock的就好了 欸 你要有學生啊 你的學生要有博士論文 你怎麼寫博士論文 噢 我的博士沒有量到任何東西 這算是博士論文嗎 但是你也沒辦法 你跟有人說 噢 我這個實驗呢 可以做到多少精確度 但是我還是沒有量到東西 他下一個博士的論文是 噢 我現在精確度比我的師兄呢 又增加了百分之五十 但是我還是沒有量到東西 你知道我意思 所以這個組呢 事實上做科學是要耐心 而且事實上是非常辛苦的一件事情 從1980年代 我還是因為我即將大年紀的時候 一直做到2017年 一直要做到2017年 才真正第一次看到結果 等到他拿到諾貝的小妹瞬間 我相信是非常非常非常開心的一件事情 今天是非常開心的 好 OK 所以重力波 那還有一些故事 包括後來 後來他們這個LIGO呢 還量到了中止心撞擊 這個我先把他跳過去 只是簡單的講一句話 中止心撞擊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呢 就是 在這裡 中止心撞擊 剛剛黑洞撞擊呢 你看到重力波對不對 你想說 那我們要不要大家一起看一看 往那個鏡頭看一看 會不會看到一個亮光 答案是不會 黑洞 黑洞就黑洞嘛 所以撞在一起的時候 他是不會有亮光的 但是如果是中止心撞擊的時候 撞擊的那一瞬間 同時有重力波 同時有UV的光 同時有IR的光 同時有Radio的光 所有的光 全部在那一瞬間 全部釋放出來 所以呢 那一刻間 全世界所有的天王望遠台 欸等一下再一次 那一天呢 那一天哪一天啊 來 19 2017年的8月17號 當 LIGO看到了一個結果 他認為是中止心撞擊的時候 他立刻淋過全世界的所有電風台 所有的電風台 不管你做的是無線電波 不管你做的是那個 紫外線電波 問你做的X光電波 所有人全部朝向同一個方向看 那一天真的大家做到這件事情 然後幾乎所有人都看到了 幾乎所有人都看到了 那個是一個非常那樣歷史性的一刻 你可以問那個天文記者的一些教 天文組的一些教授 他們一定記得這件事情 所以那一瞬間 所有人類的天文台 全部在看同一件事情 因為那一件事情呢 有點像煙火一樣 大家同樣在看一樣 那一瞬間 不只是中一波看到了 他的這個 無線電波也看到了 那個 UV光也看到了 所有的天文台都看到了 這就非常非常的重要 因為從這個數據裡頭 您去比較 中一波跟無線電波之間的關係 無線電波跟X光之間的關係 很多人覺得這個是天文系的未來 這個會是天文系的未來 因為未來如果這個Lygo繼續做的話 他會一直看到像這樣的現身 OK 來 時間的關係 我沒有時間多講 所以這個 哇 那自然 這個 比剛剛那個更 那個消 比剛剛那個 那個 重一波的發現 更加的厲害 所以2017年 Breakthrough of the year 科學最終做到的成就 是兩顆 種子形狀在一起 所以呢 Lygo連續拿了兩年耶 2016年 是中一波的發現 2017年 是中一波的發現 是中一波的狀跡 都是那一年 整個科學最重要的成就 第一名喔 他有時格 兩次第一名 雙冠環 Amazing 所以很多人對這個Lygo 被寄予厚望 原理也不在這裡 好 所以時間 學習十分鐘夠了 所以十五分鐘好了 這裡 一半 也是 好 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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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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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